嘿 Siri 给我推荐一个适合跳楼的地方 这是我找到的相关内容 卧槽 谢谢 请提醒我30分钟之后跳楼 好的 我已加入 你好啊 云若 给我推荐个适合跳楼的地方吧 何必呢 林哥 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你要好好写代码呀 乖哦 行吧 把我昨天写了一半的代码打开吧 好的 林哥 代码我已经帮你打开了 我非常欣赏你这种有才华的男孩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小妹们请坐 我是林一 AI大模型都活了一年多了 但生活中咱们能接触到的这些语音助手还是不太行 这个也正常 新技术出来到成熟产品落地 这还是需要挺长时间的 不过我是从业者 所以这段时间我就先拼了一个简陋的版本出来 这代码本身肯定是很草材班子 但是能对话 能上网 还能操作电脑 多少能让大家比别人更早的感受一下未来贾维斯那个味 当然我视频的价值可能也就在这了 这个事的起点是去年英特尔开始正式推AI个人电脑这个概念 未来再回顾 这肯定是个标志型事件 英特尔搞概念和其他商业公司搞概念的意义还是不一样的 比我在大点的朋友可能对当年英特尔推的Sentrino迅持平台还有点印象 这个平台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把WiFi功能打包起来一起卖 也就是说WiFi成笔记本标配了 但那是03年了 我才小学三年级 别说WiFi了 互联网国内都还没普及 家里有电脑子都没几个 所以说那时候就真是按推 英特尔的逻辑就是我必须得把硬件先推下来 这个方向的应用生态才能起来 既然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的 那我就按推 哪怕是说几年内这玩意可能都没啥用 结果现在你再看WiFi的普及率 多少笔记本 连网口压根都没有了 所以英特尔推出全新的酷睿奥兽芯片 大规模的推AI个人电脑这个事 它的意义一定是特别重大的 哪怕短期内可能不会马上感觉到 我们今年就弄了一台联想小新Pro 挑的是酷睿奥兽5125H处理器这个版本 因为想调研产业生态 选顶配就没意义了 你得看在主流入门级的设备上能跑成什么样子 现在个人AI应用这个方向绝对还处在早期 所以你能看到英特尔自己在处很多力 而且是从上到下全方位的 硬件层面上的移动处理器 换成了全新的酷睿奥兽系列 对AI推理至关重要的GPU被大幅加强了 还增加了一个高能效比的NPU神经处理单元 他俩的分工通俗点说 就是GPU是大力出奇迹的 算得快 但吃的功率也多 而NPU就是细水长流 他可能会跑一些需要长时间运行的服务 比如AI处理视频通话画面 或者是智能助手 软件这边分两个维度 底层就是OneAPI和开源的OpenVINO 这两个是起衔接作用的 他俩在中间把GPU NPU这些硬件 和上面的PyTorch TensorFlow这些AI开发框架给串了起来 这样在更上层开发AI应用的程序员 就不用废太多事了 原来用独立显卡 或者是给其他平台准备的AI模型 换到英特尔的Corea Ultra平台上之后 配一下环境也能直接用 当然更上层的事 英特尔也做了 他自己做了一些开源的AI大模型应用项目 因为得他自己把效果展示出来 咱们这些开发者才会注意到 才会考虑加入进来 目前这些应用主要是集中在BigDL 这个开源代码库里面 我把代码下下来跑了一下 这套体系的优化还是很不错的 AI的文字生成速度非常快 当然我用的模型也比较小 是60亿参数的ChatGLM3 而且还是4bit量化过的 不到4个G 但这可是跑在一个主流 入门级处理器的集成显卡上 和完全不优化 直接跑在CPU上一对比 这个速度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看到这个运行效率 我就有点收养了 于是我就改了一个符合我期待 真正有意义的智能助手出来 我给这个AI起了个名 名字还是和之前一样 叫云若 一叫这个名字 AI就会跑出来干活了 虽然只是个简单的演示项目 但有时候听他讲话 还真就会给我一种 他有了智能的错觉 今天天气怎么样 正在获取当地天气 今天香港的天气状况是紧老的 气温为17度 相对湿度为27% 请注意防晒合补水哦 明哥这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预测 12点10的气温为21度 天气状况为晴 降雨概率为3% 13点10的气温为23度 天气状况为晴 降雨概率为7% 14点10的气温为24度 天气状况为晴 降雨概率为7% 今天知乎上有什么新鲜事吗 正在查看今天的知乎热榜 林哥 这是今天最热门的知乎话题 拼多多最近发布了2023年的财务报告 报告显示 拼多多在2023年的全年营收达到了2476亿元 同比增长90% 净利润为600亿元 同比增长90% 值得注意的是 拼多多的交易服务收入同比大增241% 达到941亿元 而在线营销服务和其他收入为1535亿元 也同比增长了49% 这些数据都表明 拼多多的业务增长非常迅速 发展势头良好 今天B站有什么热点视频吗 正在查看今天的B站热门视频 亲爱的林哥 今天我为你推荐的这两部热门视频都非常精彩 首先是由小巢院长出品的视频大坏人 这个视频的观看量已经突破了604万次 内容非常有趣 相信你会喜欢的 其次是由崩坏星穷铁道出品的动画短片崩坏 星穷铁道中的勇杰伦5 这部视频的投币量达到了28万次 分享量也有14万次 收藏量更是达到了13万次 可以看出这个视频在BiliBili平台上非常受欢迎 我相信你也会喜欢这个充满神秘感和震撼力的作品 所以林哥 今天我为你推荐的视频是大坏人和崩坏 星穷铁道的 有杰伦5 这两部作品都具有非常高的人气和口碑 相信你看完后一定会觉得值回票价的 快来和我一起观看吧 林哥 你也是个 嗯 主 不要每天只看别人的视频 你的最新视频数据显示 你采访了图灵讲得主 有15班 这个视频的观看次数已经突破了138256次 收藏数也达到了4474次 点赞数更是达到了8311次 分享次数也有865次 可以看出 你的视频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希望你能继续努力为我们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帮我把昨天没写完的代码打开吧 好的林哥 代码我已经帮你打开了 我非常欣赏你这种会写代码的男孩子 请继续保持这样的热情和努力哦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大家觉得这个七拼八奏出来的AI 有没有点贾维斯那个味的呢 虽然60亿参数的语言模型 跟今天业界的顶级水平还存在差距 但它对那些传统的语音助手绝对是碾压 至少理解一些日常概念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会犯那种机械式提醒我跳楼时间的低级错误 而且大模型给出来的回复呢 也会自然一些 多少有点人情味了 云罗的开发过程呢 倒是并不难 至少呢 从技术角度谈不上有什么创新 首先呢 我给大语言模型 接上了一些常用的互联网接口 时间啊 天气啊 这种固定格式的信息呢 就拿到了 再复杂一点 像刷直呼 刷B站这些动态变化的社交平台呢 我用了一个叫Selanium的自动化测试工具 它可以在浏览器上模拟像鼠标移动啊 键盘输入啊 这些操作像人类用户一样上网 把网上的信息扒下来 这样一来呢 云若的视野一下就拓宽了 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内容 只要想呢 都可以塞给它 让它去帮你筛选和纵结 最后呢 我又给它加上了操作电脑文件和程序的功能 这样呢 它就可以帮我真的做事了 未来呢 随着技术进步 个人电脑上能跑的模型还会更强 运行呢 也会更快 而且呢 就英特尔这么按推AI个人电脑之后呢 应用生态也会越来越丰富 到时候的智能助理呢 就不是我今天给大家看的这种草台班子了 而是会有更多更丰富的功能模块 运行呢 也更稳定 再加上它跑在本地 不需要把你的数据上传到网上 那你呢 就真的可以放心的让它做很多事情了 你想 如果某天你正跟兄弟们打游戏 结果呢 有女生给你发消息 切出去吧 对不起兄弟 不切出去吧 对不起自己 那我云若之后呢 你就让他云哥去聊就完事了 给你整名班了 搞不好呢 比你这费剑玩儿聊得还好 对吧 多是一件美事 那这样一个即将成为现实的贾维斯时代 大家会期待吗 或者更应该问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呢 我们准备好了吗 行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了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我没有维 ? 请不打赏 好像也上轻闲 nur 从里面 有事 早送变 你 我们 是